花蓮市国父礼连续多年在中秋节前 号召社区民众一起来做爱心月饼 并把月饼分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里长张万来表示 这项活动也获得了社区民众的热情响应 每年都有许多的新的社区民众加入爱心的行列 国府里长张万来早年是一位高饼烘焙师傅 他做的蛋黄鼠和小月饼口味相当受欢迎 当年里长之后他就号召社区婆婆们一起来做月饼 透过他亲自指导 每年中秋前夕都会制作出数百盒的月饼 并且分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因为我们国务社区每年都有制作月饼 尊重给我们国务社区的低收入 中低的赌鸡老人 还有丹妻妈妈给他们过得好中秋 所以这一年我们想说 我当前的社区的理事长 所以我们提早结办中秋节 婆婆妈妈们大家来合作来做月饼 来伸送给他们 提早过这个中秋 给他们过得快点快乐这样 中二年里长彪老师 一颗颗的小月饼和蛋黄酥出炉 理事长说每年都要做400多盒月饼 除了赠送给弱势家庭 也会分送给社区志工伙伴们 大家一起欢喜去中秋快乐国家节 记得久远和华师父老 我们下